主持人車 我覺得我車有問題 所以我們的那個豬人車公司車商 跟我們都好朋友 那個他們經理就來 然後剛剛拿我的鑰匙 上去上面看 看我那台車 結果他剛剛跟我講說 因為後面他右後座有一個電動椅 他沒有辦法推 然後我就說壞掉了 然後他說 他說 他剛剛去上面試完下來說 沒有壞 我說沒有壞 怎麼沒有壞 原來是我不會操作你知道 原來是我不會操作你知道 他那種車科技佩佩太多 他那個原來按一個東西 然後再往前推車子才會動 結果幹你娘 所以這種東西真的是 沒有開過那麼好的車就撈開 原來那個人家車沒壞 是我們不會用 不好意思 所以剛剛跟人家在揮 你知道 對不起 對 是喔 沒壞喔 我們要裝作很鎮定這樣好不好 是喔 沒壞喔 感性就覺得很嚇感這樣 幹你娘 人家在想說 幹你娘 在散重來 沒有塞過好車 幹你娘 阿 你笑死人家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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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可能要塞車而已 哪些什麼配備都不知道 都是幹你娘 用車 不然又覺得很嚇感 幹 幹 嘖 沒有他那個 S的車真的是 它裡面的配備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就差沒有自動打砲的功能 真的啦!裡面 喔!那台車 按鈕G8多 按鈕G8多 你知道嗎? 太懸張! 我覺得,幹! 丟臉 OK! 剛剛講到現在這樣就知道 就知道那個 因為我想說我去牽車的時候 那車上要試給我們看都好的 怎麼我自己在那邊弄 下幹這詞不知道幾年沒聽過了哈 我昨天 回去嘛 我很興奮嘛 因為我老婆也很愛車 我老婆開車也是很厲害 然後我就說老婆老婆來來來 因為要教她嘛 很多設備 然後就教到那個椅子的時候 然後她說不會動 我說對不會動啊 然後她在那邊罵我也跟著罵 不然覺得昨天晚上在那邊罵一個多小時 不然覺得很對不起 對不起這些車商這樣 對不起這些車商這樣 我老婆在那邊罵這樣 怎麼那麼爛啊 要這麼貴 blablabla 然後我在那邊 他媽的雞巴 明天早要處理 blablabla 就有幹你捏啊 人家車沒壞 你懂我意思嗎? 是我們弱智 是我們弱智 是我們弱智好不好? 我在那邊跟 我在那邊跟車商跟全國開賓4S的人道歉 我是弱智 好不好 不好意思喔 不是 他那個 功能太多了 比我那台X6 X6功能就很多了 他那台要更多 然後 感覺很嚇敢 剛剛在車上說 館長很客氣這樣 拿鑰匙這樣 我看幫你試沒問題啊 都好的啊 你所有東西都沒壞啊 我說 是喔 阿怎麼弄 然後他在教我說 阿你要先怎麼按有沒有 然後怎麼按有沒有 然後車子才會動啊 你這樣當按他不會動啊 你要按這邊 然後他就這樣動 說齁齁齁齁齁 我想想對齁 我應該不是這樣操作 我說喔對 難怪他不會動 嘖 所以說啊 每一個人 車上都有開關 喔 經過這台車 我覺得 我有時候誤會你們這些觀眾 你們不是 賣 你們是 逛起來的方式 要找你們勃起的方式 可能是比較另類 開關 跟我們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要戳你屁眼 你才會硬之類 喔 要拿石頭卡繞完 你們才會硬之類 每個人會硬的條件不一樣 就像我這台車 要讓椅子往前走的條件 是不一樣 所以 館長在這邊也跟你們致歉 有時候 應該不是你們沒逛啦 有時候你們也要尋找 館長 我為什麼 軟屌都沒有辦法勃起 有時候 不是你的原因 是因為你 用錯了方法 所以我們到現在真的要講 我們要講方法 好不好 我們要講方法 好不好 所以你們各位沒辦法勃起 一定不是各位的問題 一定是 要找對開關 我們有 我們每天都在學習嘛 我們有這個修車的事情 我們可以學習到很多 人生的經驗 然後在這邊 心靈雞湯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今天 館長的直播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好